5月20日张云雷在杭州英浪嘉年华上 宣布接下来自己要办三件大事 我要录自己的新专辑 还有专辑的学会演唱会 还有一点点就是今年的相声专闯 这对于张云雷的粉丝来说 无疑是比过年还要开心 能够举办个人的巡回演唱会 是对一个歌手实力的最好证明 对于粉丝们来说 大家担心的就是能不能抢到票的问题了 毕竟云雷辉不只是说说而已 众所周知 张云雷成功地将德云女孩 从夜店带到了戏曲行业 太平歌词更是粉丝们的必修课 百万音乐节大合唱传统曲艺 也只有张云雷的粉丝能够做到 也成为了粉丝们最期待的节目 特别是那句边儿哥哥 乐队老师还特意的停顿了一下 感动了无数粉丝 如今看到张云雷也有妈妈粉了 不知道打脸多少张云雷的那些黑粉 有人说他的粉丝都是跟风来的 都是些年少无知的女孩子 张云雷一定不会红得长久 但如今看到张云雷的那些 妈妈粉奶奶粉 真是给了这些黑粉 一记响亮的大尔巴子 喜欢张云雷的人上到99 下到刚会走 他粉丝群体不但广泛 还非常有素质 我倒希望 我倒希望中国曲艺多出点张云雷 这行是好干的 就像郭德纲说的那样 要是曲艺界多出几个张云雷这样的 这行好干了 张云雷不但将粉丝们 从夜店带到了戏曲行业 还教会了粉丝们唱传统曲艺 千人和苏的大西乡 现场的粉丝们可真是来着了 粉丝们不但是因为张云雷的长相 和唱功喜欢他更是因为他的教养 在师徒三人登台时 台下齐声大喊张云雷 变尔哥则用小动作提醒粉丝 看似简单的动作 却是对师傅的尊重 虽然郭老师不会说什么 但这不仅是分寸感 更是尊师重道 在古曲社返场阶段 老前辈一次登台 张云雷和陶阳则退到舞台角落 和老前辈互相谦让 小辈懂规矩 老一辈爱护小辈 德云社的舞台上 简单的一个小动作 都能打动人心 居完工立马退回角落 即便人气爆棚 也绝不抢前辈的风头 再看老艺术家们 全都在鼓掌 真心实意为后辈高兴 张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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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登台到退场 张云雷的一举一动 都无可挑剔 有的人说是德云弟子在作秀 却不懂什么是刻在骨子里的教养 9岁学艺 12岁登台 张云雷的基本功 都是刻在骨子里的 一举一动都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 就像郭德刚说的那样 哪有什么一夜成名 通过20年挨打挨骂才有如今的绿海 吃的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张云雷也到了成为人上人的时刻 如今更是歌曲相声齐头并进 不但要出专辑 还要开巡回演唱会 相声专长在今年也要安排上 一个相声演员干成这样 还让其他同行怎么活 好 就这样